贝克特是华盛顿特区大学大三学生主修电气工程 我选择理工科是因为这符合我的家庭价值观念 似乎是我的正确发展方向 无论是从教育角度看 还是对世界有用的角度看 与贝克特不一样的是 大多数同龄的美国学生都不喜欢理工 福布斯杂志新进公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大学理工学院的学生尽管人数很多 但多数是外国学生 这让教育专家感到担忧 美国大学研究生教师计划主任帕克女士说 科学家与数学家被描绘成书呆子的形象 让青少年望而却步 自我形象在他们这个年龄来说十分重要 这些并不是鼓励学生去学理工 你只要看看类似生活大爆炸之类的电视剧 科学家们都像是书呆子 为了鼓励更多的美国学生攻读理工科 白宫五年战略计划试图消除社会与经济障碍 增加理工科的意义和回报 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工学院院长谢蒂认为 很多学生回避理工科 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更好的选择 他们看到体育孕育的机会 看到哲学孕育的机会 看到历史或者艺术孕育的机会 他们看到很多成功的典范 电视发挥了很多的影响力 帕克认为美国要想与中国和印度等国展开竞争 就必须鼓励青少年对理工科目的热情 我们必须确保学生们从小学到初中 高中到大学再到职场 都有丰富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和积极的体验 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 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竞争力 贝克特认为家庭的支持和鼓励 是他选择理工科的主要原因 他希望所有学生在选择学科时 都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和鼓励 美国之音马吉德华盛顿报道